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以前學螳螂拳 學的時間不是太長 大概差不多三年 這次出發到山東 我想感受一下 或者看看不同門派的螳螂拳 他們在忌擊上有甚麼特色 六合螳螂拳 集多種拳法之牆 又以太極、盈意、八卦、通備拳的內容為多 以內外三合為精髓 前師旋轉為靈魂 猶法多於江法 名叫練高樓手 它是高樓到達左右 六合螳螂拳 六合螳螂拳 既擊速度快 面向多 進攻路向 分上、下、左、右、前、後 六個方位 我也看不到是甚麼手 但很快 它偷之餘 它有一點黏著那個細 壓你下來 不只是手咬 它用了剛才的腰肌 吞吐那一下 吞吐 這樣便可以壓 一壓的時候 它有一下 屎上打一下便插我下面 法技主宰在於腰 所以螳螂拳 極之著重腰、腹的鍛鍊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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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轉腰和我以前所認知的那些武術 轉腰不同 以前那些是左右啊 左右轉 它這個就是 這樣轉完 又這樣轉 然後又水平轉 然後又前後 這樣這樣這樣 所以它在四方八面都可以發出那種勁 可能就是和這個練習有關 即是你見它 動起來 它不只是局部這樣動 它那個腰的感覺就好像 幽引那種 魚動那種 那產生的那種力呢 很大 是整份這樣撞起來 好像一個坦克車一樣 看 看 腰位主宰 力從地起 拳打一罐子力 所以它這個力 從此一驅 再把它張開 先收縮一下 收縮一下 收縮住了 放開了 有點像彈弓 你看它發出一道勁之後呢 那些勁力傳到 那些勁力傳到手指尖 啊 彈出去 啊 好特別啊 二 你好 三 以前 練功夫 譬如一些很細微的一些 腰啊 髮徑模式呢 其實 疏忽了 即是忽略了這些好東西 那這次呢 透過六合螳螂的鍛鍊 令到我再重新 執拾一些細節的地方 譬如 手 怎樣旋轉 腰怎樣配合 腳怎樣配合 走 好 撐 這個力量 它是這個力量 好 好 好 你看一下 落堂前 有四手環節 阿嘉兩日來 學到的東西 在實戰裡面 會用到多少呢 開始了 好 上 上 上 這裡 這裡 有四手 好了 請 他用那個押手 用得很好 他這樣 啪 下來了 他用的了 很好 很不錯 很不錯 以前的概念就是 人家打過來我會用拍 風 這些為主 但這一個不同 因為他練了那個鐵球之後 我感覺到那個手是有一種 很聚的感覺 但聚得來呢 再加上練那個撐那個摩擦那個感覺 那我足夠會強了 足夠強了的時候 剛才打我的手是放這裡 放這裡的時候 一來 一掩一闊 跟著就上 那師傅 這一刻我用得叫做 剛剛合乎他的標準 95分吧 95分吧 師傅 可以可以可以 選得很快 謝謝師傅 謝謝師傅 拿回箱子 是啊 拿回 我就這樣 師傅送給我的 謝謝 但是我是要這樣拿回香港 我們馬上拿回香港 再回來練個醜 我又想知道 究童螂拳 他的手法這麼穩 如果配了一支棍 配了一支兵器下去的時候 那個打法又是怎樣 會不會都好像我們徒手那樣 可以打到螳螂拳那種連銷大打指上 打下聲東擊西 手法這麼延綿不斷的方式 這件事我最想去探求一下 而我知道太盡梅花螳螂裡 裡面講棍術 它有一套六合棍 是比較出名的 我覺得這套六合棍 雖然套路比較短 但是它結合了很多近距離和長距離中距離的打法 它就是說 我筋我也能用 我圓也能用 那短距離我看到 有時候你們把那個把縮短 就是用後把 對對對 是吧 用這個位 對對對 就是這個短 用這一點的話就是 防你自己這一塊 就高了 這一塊 這一塊就高了 老師說 初初學武術的人 一接觸兵器 動作太大了 動作太大了 動作太大的時候 譬如人家的攻擊 只是攻擊你的頭 你一擋 你擋到這棍去到這麼遠的話 譬如已經過了你自己的防守範圍 那變成動作太大了 反而在六合棍裡 明白到 疾激的發動 不能夠多一分或者少一分 我剛剛看師傅 您有一下這個把扔了怎麼回事 是左右換的 那招怎麼練 那招怎麼練 那個的話就是 你上來上上了 所以說 把這個 把這個 就是 就是 一下子馬上倒進去 也是一起合成 就是一 一倒 對 這個是短 然後是 倒在一面 對 是吧 哇 厲害了 裡面包含了很多忌擊的法門 譬如說 它的棍法裡面 就是有很多連環的動作 是對於槍的攻擊 的防守 它貼起來的時候 我擋的同時 我這個棍 其實應該可以放進去 如果它再貼我下面的時候 一抽棍 然後 嘩這下厲害 直接削手指 另外就是 為什麼它要換把換得這麼快呢 其實就是 因為棍是長兵器 長兵器 如果要埋伸的時候 就要有一個短的用法 譬如說 那我如果這樣拿 我用棍尾 打的 這個是短 埋伸的 很短是不是 如果我要打遠距離的對手 怎麼辦呢 很簡單的 其實我一放這個手 一換把 你看我已經打了多少 好 雖然它是棍術 反而對我 在拳腳的那個 對於距離的掌握 給我最大的幫助 交通半島 為戰略重地 自古常遇外侵 雙手劍 就專為抵禦 戰場上 敵方重型的兵器 例如日本刀 而設計出來的 因為他們那個刀 日本刀很強 日本刀很強 我們中國這個 過去的刀是帶一密 短短短 我們的劍也是帶 但是我們就 到了劍場上 就吃虧了 所以說 我們這個發力 也不行 所以說 在我們交通這個地方 就是 也別出來了 雙手也是 是雙手 是增加那個槓槓的 這個作用 空缸原理 無法 有橫耳 沒有 很快 這個手 它的要求就是不要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的話 其實你會死掉 刮了自己 稍微偏少少 然後劍尖 對著對方的中線 來打的話 通常都會打上去 一打的時候我便擋了 擋住它把東西掀起來 就走偏,然後切下去 再配合步伐 踩上這個步 這個…不知道… 就是… 這個也是紫上打下的攻擊 用劍打在上面一點 然後突然一扭一轉 整個人從這裡跳上去 剛好就是對方的手位 或者下面的要害位 譬如我們跟人對 這個手拍到這裡就像點劍 點劍 然後翻手,這個手一去之後 這個手的右手就在下面 抽上去 不是 抽完之後就… 很有勁 把手拍到… 它的手拍和劈也有腰勁配合的 就是我說的那個條 它劈也有腰勁配合的 對,有腰勁,有腰勁 來,一樓 把手拍到… 把手拍到… 如果你有勁力的話 很簡單 大家都是拿劍或是炸刀 對撼的話 有勁力的話 是可以將對方的劍轟開 再殺進去也可以 三位年輕舞者 將要完成武學之旅 Ken在臨回香港之前 為學習美觀實用兼備的螳螂拳 仍然涉而不捨 尋訪於海老師 下一節,韓功夫全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